各位又回來了 你見到我今天另外介紹了一本書 不過我這次介紹了一本書而已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有一個人的傳機 但是最近發覺剛剛在網上找到一篇文章 然後發覺這本書也介紹了其中一個 我在那篇文章見到的人物 這個人叫誰呢 這個人叫五連德 是一個馬來西亞華僑 在馬來西亞行醫之後 原來這篇文章你可以在網上找到的 是大陸的人寫的 講清朝末年發生鼠疫 在東北三省發生鼠疫 搞到很大件事 就是靠著這個五連德去搞定了 講著一個政府如何去對付鼠疫 而當時有這篇文章 講得特別好看的就是 不單只是一個醫生去做事的 他還改良了口罩 還包括這個大臣 這個叫石梁 是當時東三省的總督 也都很合作 沒有去隱瞞疫情 而且很支持五醫生的工作 令到那個疫情得以順利壓制 這段歷史是否令到你覺得有些可惜呢 過了這麼久 現在我們都還面對著類似的問題 所以我們翻讀歷史是真的有用的 這裡我找回五連德先生的傳記 他在裏面其中有一張是提到他的 這個五連德其中一張是提到他的 說他厲害到那時候本來還在說 鼠疫是被塞咬的 老鼠帶塞咬人 連綠菌咬人 這樣傳染 所以本來在當地法國的醫生 是覺得就是這樣 重點是失敗 但是他們發現 可能有呼吸傳染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 那個法國醫生都不相信 五連德說的時候 後來不戴口罩 從前有個法國醫生不肯戴口罩 後來他死了 終於大家都明白 原來五連德是對的 原來鼠疫還有一種叫做肺鼠疫 是透過呼吸傳染 不是靠塞咬去傳染的 所以戴口罩為什麼呢 對鼠疫都這麼重要 就是這本書有提到給你聽的一些東西